《五月天好想好想見到你》事件巡迴演唱會 從台灣開到美洲再回到亞洲 近半年在中國唱了三十多唱 門票人是一票難求 沒想到在中國巡演結束後 他們卻被爆出假唱嫌疑 音樂網紅麥田農夫在影音平台Bilibili上PO出 《五月天真假唱》鑑定影片 以11月16日的上海長作分析指出乾杯的第一句是真唱 之後因為音準太準而意思假唱 《你不是真正的快樂》則有許多偏移瑕疵 應該是真唱 但RING完全沒有任何瑕疵 所以判定為假唱 鑑定的12首歌中最有5首被控假唱 讓麥田農夫也表示震驚 也讓五月天演唱會相關話題沖上熱搜 引發熱烈討論 不過也有歌迷出面力挺 表示有到現場觀看的人都知道 阿信有時候還會故意不出聲讓現場觀眾接唱 手機錄下的影片也都明顯是真唱 還有阿信感冒的時候咳嗽聲現場都能聽到 怎麼會是假唱呢 兩派爭論不停相信音樂的官方微博也涌入超多留言 要求官方出面說明 不過也有網友表示 五月天的實力大家有目共睹 這種引戰的言論不必太在意 況且演唱會氣氛好就是王道啦